对于外国大片这个定义可能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国际明星们出演的电影 然后就是那些大场面的制作和特效 那么今天要说的一部就能称为大片的外国电影《魔兽》 其实我之前就是想看一些大制作的电影 就找到了之前吴彦祖出演的这部电影 首先想说的是吴彦祖有参演这部电影 他饰演的古尔丹很好辨别背上长脚 带着个都冒住着根发杖 但真的一点也没吴彦祖的影子 历史总是成螺旋状向上向前发展 某些基于人类认知根本的东西始终不会改变 只是根据一代一代人的些微审美差异和阅读速度 做细微的改进与调整 当然《魔兽》曾经的大火我感觉不是简单 因为它是个大制作 其根源还在于它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 而这一代人现在恰恰是电影消费的主力群体 所以没必要过分苛求只要尽情投入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就好 并且就算撇开游戏 不论情怀魔兽在技术上的创新 在打通次元壁上所做的努力和沟通 确实也令人钦佩 即使你不是忠诚的游戏粉丝 你同样应该看到这其中的好处 而不是吹毛羞丝 我们从大片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 你只看场景就能体会片中的震撼 然后从故事背景来说 魔兽和指环王都属于欧美流行的龙与地下城体系 只是指环王在前 而且是以小说的形式流行开 而魔兽则是新纪元的宠儿游戏 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也是次元壁开始产生的时代 说到电影本身的剧情 魔兽因为有着庞大的故事人物体系之称 还有以异计的粉丝盯着 最大难点恐怕在于 从纷繁无杂的故事线索中选择切入点 而不论怎么选 肯定都会有人不满意 从这点来看 导演邓肯琼斯至少做到了不偏不倚 魔兽电影尽管最后是以联盟的胜利结尾 但是人类与兽人两个视角分线并尽各有立场 甚至在其中重要的段落里 随时切换视角并为支配上不同的语言 已经可见导演的苦心 并且女伴兽人加罗娜最后对国王的惊天自杀 还有杜龙坦孩子江流的结局 也都预示着魔兽想给大家一点幻想 也有可能会出一部续集 而且故事会更加精彩 目前这一部只是一个庞大事实的开篇 我想后面肯定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出现 不同于指环王的娓娓道来 以刻画人物为重点的古典手法 魔兽更讲求效率短短两个小时 就把人兽量足多达十几个人物都交代清楚 事情一件推着一件偶有小反转 虽然有些语言不详但还算顺畅 最后重点要说说魔兽画时代的部分 就是在电影工业 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 还是不得不拿指环王做对比 魔兽中实拍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少 兽人群像基本上全都是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完成 但是电脑特效制作的兽人 无论是表情细节还是皮肤纹路 甚至是巨大手掌的精细动作 都栩栩如生 这一点是电影工业的进步 艺术风格在还原魔兽系列游戏中规律 又充满想象力场景的同时更加精密求精 守护者踏楼 天空之城以及传送门等重点场景 都至少达到了指环王时代的水准 还有人类的服饰 战马 盾甲 等等 当然更重要的是邓肯琼斯 作为一个自身魔兽玩家 为了打破此原地 所选择的会易刁钻的运镜角度 风格 大量把观众置于第一人称视角的镜头 飞跃丛林 暴风城 自下而上的冲进云层 或是从天空俯冲向下 掠过人寿交战的平原 草地以及最震撼的从传送门上方缓缓下移的镜头 努力把观众带入电影 让他们感受到魔兽世界的触手可及 进而产生融入感 当然这只是电影时代的一个进步 但是在当时还远没有达到完全颠覆电影创作和表现手法的高度 但是就算如此 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划时代进步 只从这个角度来说 魔兽尽管还有不少的问题 但是已经无愧他当时所取得的票房和赞誉 我想在之后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越来越好的大片电影呈现给我们 最后也是希望国内的导演也好 演员也好能够制造出不次于外国大片的电影 让国产影片走在时代的前列